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在正式聊这个话题之前 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比如说,当然前提是你跟这个女生是认识的 然后你跟这个女生发信息的时候 她跟你表达她特别有欲望 甚至可能她还会跟你发信息 发一些她平常可能都不会发了一些表露骨的一些 有一些些心安室的内容什么的 然后你就特别特别开心 你就会特别期待跟她见面什么的 结果见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女生 怎么跟那个发信息的状态 完全就不是一个人的感觉 就感觉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冷静 你懂吗,就跟平常一样的一个状态 有没有遇到过 如果有可以给我留言 因为也有人问过我类似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男生跟女生 在啪啪啪上面最大不同的一个点 就是男生想要啪啪啪 他更多出于的是身体因素 而女生其实是心理因素去使的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所以就会导致这些差异性 今天就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事 就说男生 男生我会觉得 对,就是说男生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也没太大的毛病 因为其实确实男生的生理构造 他对于啪啪啪他的性欲望很强的时间点 其实就会有一些规律性 就比如说早晨 因为其实男生早晨他的荷尔蒙的那个值是很高的 就所以男生早晨会沉薄嘛 对不对 所以男生其实一般在早上他的性欲望是最强烈的 是因为一方面他沉薄 他已经有反应了 对吧 然后再其次你其实就是早晨睡省 其实是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 虽然你可能半睡半省 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但是其实他已经是一个非常well rested 一个非常休息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其次就假设说 如果你有女朋友 或者你床上有一个女 有一个你的伴侣的话 那就很方便啊 都在床上 你不用像其他情形下 还要搞那么一二三四五个步骤啊 就在床上就很简单 那就可以直接啪啪啪对不对 所以其实通常情况下来说 男生在早上的性欲望是最强的 且他其实都会有一些行为导向 就假设对于男生也是这样的 假设比如说你早晨晨薄 你旁边没女的 通常大部分人如果时间允许 都会打飞机的对不对 当然你们可以给我留言啊 男性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了解到大部分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 我会觉得男生如果长时间 没有啪啪啪的话 他是非常容易被刺激到的 就假设说比如说 他看到了一个性相关的画面 或者是一个图片啊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细节 都能引起他的性欲望 更甚至比如说跟别人去讨论这个话题 他也会有性欲望 甚至会有一些生理反应 就是这方面会很明显 但其实相对比女生而言 首先先说就是 女生其实他没有一个固定时间点 说什么时候他肯定就是 欲望最强烈的时候 但是当然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的话 比如说在大姨妈前后什么的 他的荷尔蒙影响会让他 欲望比较强烈 这个另说 而且这个也因人而异 而且其实我特别想说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像我刚开始开头说的那个例子一样 女生他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在特别有感觉 然后跟你发信息也表达了我一些 非常horny的一个状态 其实仅仅是他那个时候有性欲望 如果你那个时候你不在他的身边的话 其实女生当时说完了过一会儿 可能就会因为别的事情什么的淡掉了 淡掉了之后这个事就过去了 而不像男生 男生我会认为是只要他 就比如说他这阵子都 性欲望都很强烈的话 就即使他会因为一些现实的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让他不去想性 但是一旦他有机会 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是立刻马上就 就到位的 就是可以的 就就就就你懂吗 是那样的 但女生其实不是 女生他是需要一个性唤起的过程的 当然我不是指男生不需要 男生就可以直接来 就是其实说白了 就是女生更注重一些心理上的感受 就即使女生现在告诉你 他现在很有欲望 如果你可能在一些地方 做的不是很到位 就会立刻马上交掉他的性欲望 他就不想啪啪啪了 所以对女生而言 就是有欲望 并不是直接导向的事 可以去啪啪啪 但男性就不是 对啊 刚刚说那个性唤起就是这样 就是说 不管你是不是在一个很活力的状态 女生就是需要性唤起 什么是性唤起呢 就他觉得很麻烦 就是他就需要很多的 几八道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时机要对 然后这个气氛要对 氛围要对 感觉要对 然后更甚至可能你要做一些前戏 或者是一些东西来 去让他有这个感觉 但男生在我看来 就是只要他是一个性 就是性欲望充足的一个状态的话 你就是你看着这个人 你就能感觉到他的那个状态 就是他都特别特别的想要 立刻马上扑过来的那种 就就就就反正很明显 这就是男女很大的一个差异 我觉得 当然我不能排除 就是肯定也会有一些特殊情况 是女性 女生他就是突然的来来感觉了 然后他就会展露出那个状态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我说的这一种 就是 是很复杂和麻烦的状态 就是说白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女生如果想让他 完全去享受性的过程 其实一定是心理严谨素驱动的 我不管你是不是约炮 就是我其实是属于 如果这个人我聊不来 或者说我不继续去好感 或者是会对这个人 有一些喜欢感的话 我是无法跟他啪啪啪的 我是这样的 当然很多人都在讲说 什么约炮不需要任何 这个那哥的可以直接来 那这是你们 我不行 而且其实我知道的 就是我身边有的女生 她是属于 没我这么事 逼就是那种 她就是不管那么许多 就可以直接来的那种女生 即使是这样的话 她其实 她约炮的目的 其实也不是百分之百在性上 就是 你懂吗 就是她其实 就即使她看起来是 直奔主题的 仅仅是可以立刻马上的去 奔向这个 啪啪这件事情的 但是她享受的这个过程 除了性之外 还有就是一种陪伴感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但是就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就是 她不光是身体上需要满足 而是精神 心理上的一种满足感 是需要被满足的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女生相对比男生 其实心里的感觉 是更加重要的 这就跟 如果一个女生愿意回床 就是愿意继续跟你啪啪啪的话 啪啪啪好不好 肯定是占阴的因素 但是只要你没那么差的话 她都是可以给继续给你机会的 决定性因素 其实是你这个人 能不能给她一些感觉 我并不是说 那个一定要有一些什么 关系上的发展 我只是说一定是你这个人 给她的感觉 给她的体验 相处的感觉 是有一定占比的 但是相对比男生就不是啊 男生回床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比如说他觉得你很好睡啊 这当然我不能否认说 男生也会对这个女生感兴趣 但是这种感兴趣 完全跟女生是不同的 女生其实更喜欢一些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感觉 这就是女性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天生本能的东西 她就是需要去 不能用索取这个词 但是这个意思就是去索取一些 心灵上的慰藉 与此同时满足生理上的需求 但是男性完全就是为了满足 生理上的需求 比如说他刚刚没讲完 他回床就是因为你好睡 可能有一些因素是 觉得你还挺好玩的 有意思 或者你有心鲜感 然后想跟你回床 但是对于男生而言 约炮关系中 其实他想回床的话 或者说你们可以维持一个 长期不好关系 那一定就是兴趣时的 面积比较大 我正这么说 当然聊到这个话题 我想稍微说一句 就是因为 我之前看到谁啊 有个人留言说什么 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找不到长期炮友 要想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更愿意把他这句话理解为的是 我确实有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就是很事儿逼 然后再其次就是有一个点 我一直没讲过 就是长期炮友 其实他为什么难呢 就最起码在我看来 我是需要这个人跟我有共同的 对这个关系有共同的定义的 在我看来是这样 任何长期的炮友关系 其实他首先基于的是彼此的尊重 第二我们达成一致的是 信是我们这段关系中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一定要排除任何其他的 论七八糟的东西 且你一定要一定的能力 去处理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我发现男生 虽然说男生是一个生理趋势的一个 比较多比女生要多 他可能更注重一些胜利体验什么的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 最起码是我认为 我可以去交流和认识的人 他们其实并不仅仅停留于 简单的生理需求层面的 所以其实我想说为什么难找 就是因为你其实是需要一个人 跟你有一定契合度 就是你们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是一致的 否则的话必然就会合不来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捡进去 anyways接着聊 当然说了这么多 可能你们就会觉得 女人就是不能把性跟情感分开 其实也不是 可能一些没有经验的女孩 她会很难分开 但是其实比如说我的话 我是可以分开的 但是能分开不代表她没有 就今天就突然就很想聊一下这个话题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话题 如果你没感兴趣 我可以单独的拿出一集来讲 就是关于 反正我个人是有这种感觉的 就是不管是什么关系 其实你跟这个人单纯就是泡有关系之类的 但是在你跟她啪啪啪的过程中 你可以通过她的一些啪啪啪的小动作 能够判断这个人对你的态度 很明显 即使是那种 你们啪啪啪就是那种 啪完了她立刻马上穿裤子 或者你立刻马上穿衣服 就走人的那种关系 但是一些细节动作还是能够看出来 她对你的一些感觉的 感兴趣留言可以出这个内容的视频 我刚刚还没讲完 我还发现男的就是属于 大部分男的都是这样 就是她 当她有一点点意识到自己 好像 那个约炮约出 也不是约出感情 就是让她感觉心灵上 有一些感觉的时候 触动的时候 通常这个时候 这个人她就会退缩 所以这类人就完全不可能 进入我的生活中了 就是 这就是我认为的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达不成一致了 因为在我看来 你有任何波动 或者任何情绪都很正常 但是男生往往就是想到逃避 就会觉得 怎么这样是不是不对 就是跟你有的人 好多人给我留言说 什么约炮就是一定 什么 男人看待纯粹性关系 就是他是性关系 他就是性关系 他无法去掺杂其他的东西 也无法去 有任何的变化 就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就是反正我对于这个看法 是完全不太赞同的 我并不是说 这件事发生了 一定有什么结果导向 但是最起码 你要顺应他的感觉去走 你不能看到一点 你觉得 不在你正常认知范围内的发展走向 你就一杆子把他打死了 这种 反正 我觉得 是一种自我逃避的选择 I don't know anyways 今天就是这样了 有什么看法给我留言吧 那下期再见